大家好 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金 现在是美东时间的12月9号星期三 关于那个选举违宪的诉讼 德州起诉另外那几个州 案子还是在美国的最高法院进行当中的 这个话题咱们放在今天后半段来讲 不知道朋友们注意到没有 在时事节目当中我很少穿这种纯黑色的 但是今天是个例外 因为跟我们讲的话题有关 我也学这个香港人来一个黑衣抗议 今天首先要说的事情呢 就是YouTube官方发了一个声明 他声明里面说 从今天开始也就是12月9号开始 任何发布的视频内容 如果你是指控这次选举有广泛的七什么什么的诈 或者错误改变了2020结果 如果你视频是说这个内容的 所谓误导观众对不起 都会被删除 他还举了个例子 比如说如果有视频声称是由于那个软件翻票 或者计票错误导致了某一位候选人当选 那这个视频就会被删掉 大家听明白这个意思没有 也就是说包括我在内的很多 时事类视频播主的频道 从今年11月4号所发布的这种内容 很多谈大选的 那从12月9号开始 你要继续这么说 就会给你删掉 今年早几个月疫情闹得比较凶 那会儿呢 YouTube是给我们来黄标砸饭碗 就是不让你在视频当中放广告 以此来惩罚这些视频播主 讲这些敏感话题 那有些事情很重要嘛 即使不让挣钱 我们也得说 但现在呢 YouTube一看 砸饭碗 这招也不够用了 干脆直接就给你来封口交代了 你出来就给你删掉 压根就不让你说了 在我今天出这集节目之前呢 我是先在推特上发了一条信息 就说YouTube出了这么一政策 马上就有很多热心的推友给我出主意 就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建议文招得考虑转换平台了 还推荐了几个平台 Rumble什么的 也是类似于YouTube这种功能的视频平台 谢谢这些朋友的关心 看起来呢 这个方案不得已是要考虑的 但是谁也不能够保证 推荐的这些平台 日后不会像FOX那样 被资本的力量所羁绊 这也是为什么从2018年起 我就开了自己的会员网站 文招.ca 尽管说这个网站的功能还比较简陋 会员的人数呢 比起YouTube上的订阅数来讲也微不足道 但毕竟啊 那是一个我自己完全可以掌握的平台 实在没地方可去了 那就是我的阿拉末 是我最后坚守的阵地 除非呢 他把网站的域名都给我注销了 在服务器那个端口就给我停掉了 那我是没辙了 那我确实在互联网上就被消失了 大概我唯一的办法就是上街发传单了 这个YouTube所宣布的内容审查声明 其实啊也是向我们解释了啊 为什么这次总统大选是史无前例的 只不过它是换了一种方式来解释 没有一次美国总统选举在历史上没有一次能够如此深刻的伤害到言论自由 这绝不是某些民运人士口中所说的啊 大不了输了回去过四年再来 你就别说再过四年了 明年都没有了啊 我这可能明年大伙都看不着了 这绝不是像过去所说的那种政党轮替 好像不管谁坐庄美国还是美国 而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美国那个世界就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 在这两个月当中眼睁睁的看着它在迅速的改变 对于想堵住人们的嘴不让人们发声掩盖自己所作所为的那些势力来讲 到今天这一步它已经没有顾忌了 它要退一步就面临着它自己被清算了 那就是万丈深渊 所以它得先把别人推到深渊的边上 要知道在任何环境下都存在着一大批岁月静好的人 就包括在反共的流亡人士当中也有 有些人士是几十年前就到美国了 所以在这几十年当中 它和两党的政府都打过交道 它觉得这一次不过又是一回政党轮替而已 大家吵吵一阵完了 日子还像原来那样过 其实这也是对当前社会变化的深刻缺少认知的一种表现 其实也是一种缺少现实感 岁月静好这事在当前的美国也不再存在了 同时呢这个YouTube这个声明也说明了 为什么这一次美国选举和华人也密切相关 大家看到了Google它是掌握全球信息霸权的人 他们是掌握着全球观众获取资讯的阀门啊 在这个墙内长城反火墙以内呢 是什么百度啊 这些机构掌握着信息的阀门啊 放到全球呢就是Google他们 它给你打开多少 那个水才能流出来多少你才能够获取多少资讯 他们怎么设计那个管子的导流啊 这个导水管这个出水系统内部的管线怎么铺设 那人们的意见就会往哪里去 他是负责设计这套信息系统的人 YouTube它本身只是一个平台 从法律角度来讲呢 它本来应该是中性的 应该承载各种各样的争议和观点 我这里经常说嘛 叫做李诗而求诸也 就是当人们对当前主流媒体的表现 非常失望 它已经不能取信于人以后 人们自动就会转向别的信心源 去到社交媒体上去找油管说书的 对吧 可是大家真的会天真的以为 这些势力就会放任这样的平台 把他们的话语全拿走吗 那大家就太小看他们了 他们会有所反应的 而且反应会来得很快 于是就有这种图穷匕首线的时刻了 其实呢这也是在中国曾经发生的过程 大约在2010年前后那两年 社交媒体在中国呢也是一度看起来 是培养公民社会的一个平台 成了这么一个土壤 开始大家觉得微博也是个能说话的地方 还曝光了不少官员的猛料 有人曝光了房书 就是拥有很多套房产的官员 有人曝光了表书 带着进口名表的官员 似乎呢这个微博还发挥了舆论监督的作用 但是很快这个微博就成了重点整治的对象 那些不同的声音就销声匿迹了 在美国呢这个过程是通过不一样的方式和途径上演 看起来呢这个信息审查呀 来的没有那么猛烈 没有那么强势 但是呢他也在急速的朝着这个方向去 确实啊 我们还是得承认中美之间有差别 美国现在没有中宣部给各个媒体发敏感词列表 但是很不幸美国已经开始有了中宣部的雏形了 上个月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啊 参议员获利就指出脸书 再用一个内部系统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 像什么谷歌推特他们协调 干什么呢 就是他们之间互相参照 讨论怎么限制用户的言论 一种言论在脸书上如果是违规的被封杀的 那么在推特上也参照一起封杀 那这是个什么东西呢 其实这已经是一个demo版测试版初级版的中宣部了 那么回到这个YouTube的声明 它说要删除违规视频的根据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安全港期限 在12月8号这天已经过了 这个安全港期限啊 它是从11月3号大选投票日到12月8号之间的这几个星期 理论上讲12月8号以前各州政府应该已经认证了本周的选举结果 那各个州的议会呢也应该产生出了本周的选举人 所以YouTube就说好现在12月8号已经过了 依据已经认证的选举结果 拜登已经获得了足够多的选举人票 所以选举这事儿就大局底定了 今后再不得妄议它的真实和公平了 可是要知道 不管是从美国的判例法还是成文法出发在联邦这个层面啊 就没有认可过一个所谓的安全港期限 这个说法只是一个习惯的说法 可以参照的判例呢 是2000年最高法院申理小布什和戈尔之间的争议 最高法院裁决当中所认可的那个最后重要期限 是在1月6号啊 不是12月14号 1月6号是什么时间呢 就是联邦众议院计算各州选举人票的时间 然而在成文法 也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宪法里面 所认可的时间只有一个 就是1月20号 美国总统就职的日期 除此之外宪法里面没有提到和总统有关的别的具体日期 这两个时间点才是法律所认可的呀 这两个时间点也是昨天川普律师团队在他们的声明当中所强调的 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 请问油管你又有啥资格 有啥权威来宣布安全港期限有什么公众意义呢 你可以凭这个为依据 就删除创作者的视频内容呢 可以想象啊 他真的去删除的话 接下来会遇到来自于全球的法律诉讼 能不能去告他呢 这些社交媒体的霸权 它是来自于美国那个230条款 所谓230条款呢就是1996年美国所制定的通信规范法的第230条 它的内容呢就是规定了作为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也就包括了油管、脸书、推特这样的平台啊 他们是不用为平台上别的用户发表的内容负责的 比如说有用户发表了诽谤的信息 造你的谣、伤害到了你 你可以去告那个播主 但是呢你不能去告油管 就这意思 同时呢230条款还规定 如果这个平台是基于善意的和保护的目的 可以去审查和过滤 所谓冒犯性的内容 也就是230条款这后半段赋予了油管权利 它现在可以去删除一些和大选有关的视频内容了 那么请问什么是可以被审查的内容呢 它为什么删这一条不删另外一条呢 从法律出发 230条款所列举的有 色情的内容 过度暴力的 反复骚扰的和其他令人反感的材料 那妄议选举结果 又是符合了哪一条可以被删的标准呢 大概就是这个所谓令人反感的其他材料吧 如果说中国和美国有些区别的话 倒不是说油管就一定比爱奇艺来的高尚 而是说在美国呢人们还有救济的渠道 不是说你这个公司一手遮天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了 美国呢还没有走到党领导一切的地步 他也不是说有了这个230条款 这些社交媒体就相当于金钟照护体了 用户是可以发起诉讼的 哪怕最后打到最高法院 说这个230条款不适于我们这一类话题 这条路是可以走的 至于说最后拿掉这个230条款呢 也是川普总统在他的推特当中反复说的 做到这一步那是美国立法机构的事 所以现在呢受到伤害的用户和我们的观众朋友 能够诉诸的渠道 一方面是向美国的立法者也就是议员们写信打电话 投诉这种做法 另一方面呢就是走上司法维权的途径 就是对于我们这些播主来讲受到影响的 应该可以走这条路 对于这次美国总统大选的状况啊 让咱们很多华人网友对民主产生了迷思 凡是这个有困惑三观动摇的网友啊 在我这儿看来的多数是把民主作为人生信仰的朋友 我记得啊 我在不止一个场合反复讲过 我推崇民主不假 但是我这儿从来不把民主当作信仰 信仰是啥呀 信仰是应该归之于尘世之上的存在 不是说你把信仰献给某一种领袖或者某一个制度 尽管这种制度它有着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景 但是你也不应该把信仰献给它 人类政治的终极目标是善政还不是民主 什么是善政呢 就是集体的安全和繁荣 个人的自由和尊严 这些目标能够共同达成 民主是实现善政的途径 大家是不能把什么民主体制啊 三权分立当成永不失效的防腐剂的 咱们以前举过例子嘛 民主它就是一台冰箱 在常温下在室温下你这个饭菜放在这儿 保鲜只能一天就搜了 在冰箱里面就可以放一个星期 它也不是永远保鲜不变质的 冰箱是啥呢 它就是台机器嘛 它有让食物能够保鲜的功能 它有这个工作机制 但是要知道机器要发挥作用不是无条件的呀 它得建立在一系列条件之上 首先它得有电吧 对吧 你断电了没法工作 其次呢 它得有制冷机 还有呢 最起码它的主要部件得工作正常 不出故障 但是它既然是机器 它就会坏呀 它有可能某些部件就不工作了 有可能在停电状态之下就失效了 凡是把民主当成信仰的朋友啊 就会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而感到失望 在我四年前刚刚做这个频道的时候呢 有一个网友的提问 让我一直记忆犹新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问题它太本质了 太深刻了啊 这位朋友很年轻 他完全是从日本动漫里面学习政治的 他说他读过的最伟大的一本政治学著作 就是日本漫画 银河英雄传说 我是没有看过这个漫画啊 他是引用这个漫画书里的一句话来问我 就说文章老师 你觉得当腐败的民主和清廉的专制相遇的时候 谁会赢 再重复一遍 腐败的民主对清廉的专制谁会赢 大家觉得呢 咱们留三秒钟时间来思考 好啊 我这公布一下我的想法 我的答案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腐败的一方一定会失败 不是民主不敌专制 而是清廉必然战胜腐败 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吧 就是说 基本的道德原则 它是维持这个社会更基础一层的准则 它是属于这个系统的底层代码 就这个意思 清廉的专制呢 是说它行使权力的方式不够民主 但是呢 它清廉嘛 所以仍然能够凝聚起社会的信任 就像中国古代的大唐贞贯之治 周朝的成康之治 它都不是什么民主政体 但是呢 它比较高尚了 所以仍然能够凝聚起人们对它的爱戴和信任 我这儿呢 不是为什么专制政权做辩护 咱们是谈人类社会共同体 它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 当然也会有朋友争辩说 它就算凝聚起了信任很快 也会流失 为什么呢 因为专制政权更容易腐败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您要这么说呢 我也认同 也对 但是别人是那么问我的嘛 我就只能那么答 就是说 在当下这一刻 存在着一个腐败的民主国家 和一个清廉的专制国家 它俩相遇了 胜负是没有任何悬念的 当然了 美国还远远没有走到腐败的民主这一步 腐败 有 它是存在于国家机体的某些部分 比如某些州 某些大城市 某些行业的大公司 还有呢 就是华盛顿那个官僚的圈子 情况呢 也没有坏到不可救药的程度 但是这个感染呢 它在迅速扩散 你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挽回的话 确实要不了多久就不可救药了 那好吧 咱们还是说一下这个最高法院诉讼进展的情况 昨天下午五六点钟呢 是出来了几条新闻 所以逼得我做了一集直播啊 有些方面准备不周 还是请大家包涵啊 其实呢 是在那个最高法院的阿里头大法官 驳回了宾州两个共和党人 凯利和帕奈奈奥 他们的紧急禁制令申请 比这个时间更稍微早一点的时候呢 联邦最高法院已经接受了德州总检察长 控告那四个摇摆州的案子了 而且呢是要求被告 在星期四12月10号下午三点之前 就要做出回应 所以明天星期四又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 咱们这儿再重复一遍啊 昨天下午被驳回的 是宾州两个共和党人所提出的 紧急禁制令的要求 他们是要求最高法院制止宾州认证选举结果 被驳回的是这么一个动议 其实原告和被告啊 在这个案件做出宣判之前 他都有资格提出某项动议 要求法庭先采取某个行动 把某件事情停止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和案子有关联 等这个案子已经审理完了 你再采取行动 就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了 所以先提出个动议 先把这个事停下来 法庭先采取一个紧急救济措施 下一道禁制令 那这种动议呢是原告被告都可以提 法庭有可能接受 也有可能驳回 但是他和这个案子本身的裁决啊 是两回事儿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了吧 举个例子 2017年川普刚上任的时候 朋友们都记得 他曾经对某几个国家发布过旅行禁令 就是不准这几个国家的人三个月之内到美国来 那左派就炸了锅了 那华盛顿州和明尼苏大州的总检察长都提出了诉讼 于是呢就由西雅图的地方法院先下了一道禁制令 就是把总统的命令给停下来 这些人几个月之内你还是可以正常的来美国 把总统的命令停下来 并不意味着川普输了这个案子 对吧 实际上呢这个案子在2018年最高法院判川普赢了 只不过呢又过了一年多时过境迁 川普呢也不想再恢复那个旅行限制令了 就这么个意思 昨天在那个直播节目以后的留言区啊 就还是有些朋友对这些法律术语比较迷糊啊 就不理解驳回一项动议和判这个案子输了有啥区别 所以今天咱们再多几句啊 现在这个案子还是在审理过程中 没有做出最后裁决呢 但是呢 本身这两个宾州共和党人提告的案子在最高法院 它已经不是重点了 现在的重点是啥呢 是德州所发起的对宾州等其他几个州的公诉 那个共和党人个人提出的案子呢 是个人发起的民事诉讼 而德州提出的诉讼啊 是州对州的宪法诉讼 现在呢后面这部分是最高法院的工作重点 有这么个区别 德州先提出公诉嘛 这算是首议 德州首议之后呢 截止到9号上午 一共有17个州 向最高法院表示支持德州的诉讼 所以呢 现在所说的其他州跟进德州嘛 那个理解上呢 有点偏差 是他们表达支持的意思 不是说他们自己也成为原告 递诉状的意思啊 但是川普总统本人是在星期三下午 以总统候选人个人的身份呢 提出了一个动议 是希望自己也能够加入诉讼 所以目前德州的这个案子呢 已经成了美国建国以来 参与面最广的州对州的宪法诉讼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见证历史的时刻 当然今天也见证了 YouTube的那一份山视频的声明 这些事情会怎么发展 和我们每个人都切身相关 现在和我本人已经相当的相关了 咱们拭目以待吧 我们都不是看客 我们都是这出大戏的一份子 都要有自己的行动 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先聊到这儿 如果您觉得这个视频 还比较有意思 对您有帮助的话呢 请转发给一个朋友 明天是星期四 最高法院也许还不会有进一步的消息出来 按惯例星期四我会在会员网站 文招.ca上和大家见面 我是想谈一个 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 近代的这几十年苏俄对中国侵略的话题 也是因为这段历史被刻意掩盖了 使得今天不少中国人 特别是年轻人 对俄国抱有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 这也是信息被审查和歪曲以后 所造成的恶劣后果 那今天呢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 咱们下回再见